据台湾媒体外道 来自内地的奇迹高中毕业后到台湾发展 曾是大学生了没固定班底 向来不力展现自己的好身材 因此迅速累积不少男性粉丝 近日赴港拍摄电影 初级公开活动露出僵硬笑容 曾接受港媒访问时透露 因经常分享性感照 而担心被大众当成脱星 随性有经纪公司帮忙筛选工作 避开银媒不当邀约 近日却自曝遇到娱乐圈潜规则 避开价台币500万元出油赔税 以换取电影演出机会 他们公司内部的人联络我 说他们手里有一部电影 会给我500万台币 但是他话里透露 可能要跟他老板怎么样 拥有大眼尖下巴 奇迹经常被问是否有整形 对于这个问题 他曾谈言自己的确不反对 既然再度被港媒问起 有没有人觉得他长得很像洋娃娃 他笑说没有 我平时不戴化妆 记者追问样子是否是全体然 他则强调对全体然 当天活动后却被港媒调侃 抵着塑胶脸硬让醉生全天然